小声一点,因为我们没有考试,所以我们在考试要考到何必要 什么叫做CSS? CSS就是给网页加上Stage 同学不要讲话,像这个 同学你等一下,比如说这边,直接就给它抠来用 比如说,抠着下面这个就好了,你就按一下五字 然后呢,把它抠来使用,这个不是程式教语,我只是语言教你们 教你们这个常识 所以呢,我就希望说,你们那个以后,有没有 人生履历上也是要行商说你有学过CSS 这个我把它全部缩成一排,这样比较清楚 然后这个呢,P 这个呢,也是缩成一排 然后,这边固定,就是前面 前面固定要加什么东西 就是Stage Style 然后这边呢,也加上 Stage,我们这个是结束 Style 是这个样子 然后那个,我们不是有用什么P吗? 我们就改成PRE 因为我们里面有用什么PRE 我这个网页会直接给你抠 你可以不用那个,我得要马上贴上 然后呢 更新 更新之后呢 然后刚刚的那个网页,有没有 就给它拿来读取 刚刚网页是在这一个 现在有没有,我重新读取 就是这样 怎么没有出现 怎么没有出现 第一个 没出现 没出现的话呢 就是什么,指令打错 我这个H1Color 白痴啊,你看 为什么没有 有啊,因为你干嘛 你让它的什么,刺是白色 有没有 有没有 这边啊 因为你这是白色啊 是Color 是白色啊 那怎么办 那就背景颜色给它改掉啊 你就Background Color P-A-C-K-E-R-O-U-N-E Background Color 跟它讲 要有一个背景颜色 像我 我用那个 我很喜欢用Turple T-U-R-P-L-E 就这样 那你现在再重新读取 好,像这个呢 后面这个什么东西 你也可以看嘛 给它一个 好 那个 来来来 好 Bolder 好 Bolder 然后呢 是10C 好 两个PS 好 也给它那个颜色 好 颜色的话呢 我也用 用Turple 好 好 这边 这个就叫做CSS 那我现在再重新读取 好 有没有 就即便这样 好 然后那个 就这样 所以顺便知道这个东西 然后如果说这个高路不够高的话 那你就是干嘛 裂高 裂高也可以改 这边 你后面要加指令 你就要用分号把它撑开 那个 裂高好像是 好 那 这个裂高我忘记了 忘记怎么办 好 这个CSS 它就是交这种东西 好 CSS 就是交这种东西 好 这边好 看一下 这是CSS 什么东西 好 那个 在这边 好 这个 就是高速啊 什么什么的 那个 我刚才用的东西 我把它大一点好了 这比较清楚 大一点 这边有那个Pold color 看得到吧 放的 好 好 好 这边文字 好 文字 刚才这边是文字 比如说这个 刚才有没有 这个Color 好 然后那个 高速呢 你自己去找一下 全部都有啊 这个 我按错了 按了这一个 文字 文字 文字的那个 背景 好 这一个 好 这一个 这一个 Line height 好 有没有看到 是Line height的 那个 所以我回来改 就是在这边 就改了一个 就是 刀 那个 比如说你是改成什么 1.5 好 1.5 好 那个 我们现在就来看 看结果 会怎样 改成1.5 就是说 1.5倍的高度 我怎么存起来 我也忘了 没有怎么拿出来 应该有吧 好 好 就这样 改了1.5 那你们就是 也去给大家 改一下 那这个影片呢 我也把它 那个存起来 我呢 今天就是 算是 好 准备一下 下一次 下一次 下一次我们就是要写程式 那程式 每个程式都要对应到 那个 对应到 对应到 Excel Excel 好 然后那个 上个礼拜的 Excel 我们还是要拿来用 那个 所以 我们那个 就复习一下 接下来就复习一下 我接下来的 那个内容 有没有 欸 我把它写上来 你们等一下也可以来 那个 直接 我先打一下 H1 好 接下来呢 当然就是说一个 那个 复习 复习 Excel 好 因为呢 都会 因为 好 那个 都 都 都 会 都会 好 印 好 都会对应到 那个 这个Python 使用 好 叫我们 那个 复习一下 那个 夹裂角 裂角的话 是叫U尾罗 斜尖U尾罗 我用手写的就好了 当然这个是 那个 我用手写的就好了 干嘛 欸 那个 我写一下 那个 比如说 什么东西 没紧嘛 好啦 好啦 欸 看一下这边 看一下这边 如果你有打的话 在各种状况之下 就可以完成 钻解模式 欸 钻解模式的差别在这边 钻解模式 对不对这样 看得到吗 我就不用再看那些指定了 把它移过来一下 钻解模式 意思就是这个样子 钻解模式 钻解模式很方便 可是很不专业 好 就好像 那个 我们会用到 你知道 我讲一下好了 这个 三次有讲 那个 Mach Minimum 那个 还有什么东西 三次还有用 那个 嗯 好 Index 好 Mach 我想到了 Mach Mach TCH 然后 Index 好 然后那个 我们还有用到的功能 是什么 还记得吗 三次说的 目标搜据 好 目搜据的目标 其实在干嘛 寻找 最佳化 最佳化 最佳化参数 那个 还有当然就是 运算列表 对 好 运算列表呢 是判断 好 用于判断 好 那个 参数 是 可 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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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否 一致 都可以 这个下一次再讲 好吧 我们今天 今天我们不要用Excel 好了 今天不要用Excel 像这个字 就发明了 然后 我们今天就用到这边 对 那个 这边我存起啊 对不对 那你现在应该就是 重新了 就是这样的 是不是粘在一起很难看 好 就是跟你讲 你现在要去改 是大 要去改它 你一定要回到 HTML 模式 好 比如说就是H1 对不对 粘在一起不好 就旁边给它加上 那个 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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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px 然后呢 你也给它更新 好 然后那个 就这样子 我看一遍 欸 这样子 5ps不够 那你改它 10ps 你为什么拿 可以消入 你什么 你可以用 10点 这样子 就改它 就是 那如果说你要 那他 变成圆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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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比如说 给它加上一个 border Bolder 加上一个Bolder 20DX 旁边会有黄色的边界 旁边会有黄色的边界 又写在哪里 对啊 好可怜 好可怜 怎么会没有呢 摸的 好 怎么会没有呢 好 还要再写上这个 磁芯 那如果说你要让它变成圆 就打一个 RATI US 30PS 所以我们今天把这个做完 就可以 下一次再讲一次 我讲不要一次讲太多东西 你会那个保本 今天起来到这边 下一次不要回来 接下下一次开 就是 Excel跟Python 每次都是两个要用 那我们今天呢 就集中考 做这个 这个今天一定要做 没来没做的人 集中考没分数 就做到这边